後面的話我們換一個好練習題,就是有關那個台北市的住宅竊道方面的相關的題目延伸,其實你們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不妨再練習看看 那我把那個題目我們在 你們在雲端白板上面可以看到,我們 剛剛練習的講義在這裡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題目,所以下面這個 所以我 再來的話呢 下一個單元的 講義,你們可以找一下 就是下一個單元 OK 那打開來的話呢,其實 主要還是針對CSV 那這個CSV的 資料 只是換一下,因為我找了一下大家比較有興趣的資料 其中的話,好像匯率相關 的這個資料 好像還蠻受歡迎的 那所以呢,一般的話呢,我們 除了畫單一個,比如說美元折線圖 人民幣折線,如果將來我希望呢 因為 這個匯率資料還蠻多的,我希望把它全部畫在 比如說同一張表裡面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那首先當然呢,一樣 延伸跟前面 這邊的題目一樣就是 需要先把資料給 下載下來 放在那個哪裡呢? 放在Excel裡面 那當然這個資料的話呢 我是 也是從那個 開放資料裡面去找到的 那其中的話呢 這個 網址連結 各位可以找一下 在 就是 這個往下捲動 然後呢 這邊有個網址 就在這裡而已啦 OK 那這個資料的話呢,叫 每日 外幣 參考匯率 底下的話,你可以看一下 他基本上的欄位說明 還蠻多的,針對美元 人民幣 還有像是歐元 日幣 等等英鎊 然後他的連結在這邊 CSV 顯示一下資料 這個就是他的連結 然後呢,他的編碼方式的話呢 這是BIG5 所以啊,你可以發現 CSV BIG5 那我們一樣可以用creditable就可以把它抓下來 當然沒錯 可是 要如何把 資料 利用那個creditable把它抓下來 其實你們可以試試看 前面那個範例的 範本哪來用 當然可以啊 OK 那抓下來的資料 理論上呢,我們就會有這麼多 這個匯率資料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可以幫我 抓下來之後 幫我畫一個 這個各個 匯率的折線圖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首先的話 我們一樣把資料先抓下來 範本如下 範本我也把它放在雲端上 第二頁這裡 所以 第一步 一樣 你們可以先拿那個 範本來試試看 Ctrl C OK 在 第二頁的地方 一樣就是 在開啟那個 Excel的一個空白檔好了 OK 我們從頭開始 然後空白的活業部 開發人員 然後 Visual Basic 那一樣啊 反正 你要範本的話 記得一定要先 產生一個模組 所以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把 剛剛的那個 範本貼過來 OK 其實他的名稱就叫 匯率下載 那 應該有印象吧 貼的話呢 一定要貼兩個東西 第一個的話就是這個 有沒有 TES 我剛剛有練習過 其實你們也可以試試看喔 不一定要是一個連結 你可以下載之後 去抓那個檔格 也可以喔 沒有問題 我是建議 因為以後檔案的存在 可能是放在 別台電腦主機上 也有可能是放在你的電腦裡 OK 如果已經放在你電腦裡 那你也可以 如果你都可以做到的話 那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喔 所以 這個網址的話 那我就是 直接根據 上面的這個 OK網址喔 你可以直接從 這邊裡面有個檢視資料嘛 直接把這個網址複製一下 然後貼到哪裡 貼到這邊 OK 把它貼上 這樣就OK啦 不要貼錯啦 其實 我發現同學比較會有問題 應該是貼的這個動作 只要不要貼錯喔 這應該沒有 太 太複雜 反正就分號後面那個地方 貼上 第二個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它這個地方改成950 950的話 因為它是big5啦 有沒有 big5就950 如果它是什麼 UTF8的話 那就 速度到 650 對 你看兩個而已啦 其實我覺得 也不難記喔 然後就把它執行看看 弄一下 有沒有 它就開始泡了 資料就下來了 應該也沒有問題啊 OK 如果你說老師 那我不要練習這個 我想要練習你剛剛講的那個 就是檔案的部分的話 沒關係啊 你可以怎麼樣 直接就是把這個檔 點一下 它就下載了 然後呢 再到這邊的 這個喔 我是習慣把它複製一下 然後貼的話記得 貼上 記得加一個反斜線 意思是說 在這個資料夾裡面 我有一個檔案 檔案名稱叫什麼 就這一個 但是可能比較會有問題 就是點CSV啦 這個我剛剛有特別的強調 副檔名 只要你這個有出現啦 應該OK啦 我覺得也沒什麼問題 也就是說你遠端也可以 然後本機也可以 那理論上應該 抓檔案也沒有什麼太複雜了啦 OK以後VBA 要怎麼開就怎麼開了 就這樣嘛 OK 那這個好處喔 當然跑起來一定 本機一定會比遠端來的快啦 這是絕對的 因為就在你電腦裡面嘛 OK所以 執行一下 清掉它 然後 再抓新的 等一下 你看 你說老師怎麼沒動 應該太快了 你按一下 它其實已經OK了 怎麼辦 不然的話按F8了啦 跑太快了 有沒有 它其實 瞬間就完成了 為什麼 因為它就在你電腦裡面啦 所以 比較不會有那種 從保路上抓下來那個delay的感覺 OK 好那這樣的話呢基本上就可以 直接把 你資料下載下來 開 那開完之後當然我會希望說 我想要針對 後面這些 從 B欄 到K欄 幫我畫摺線 那最好是可以 當然 剛開始的話可以 個別一個欄位畫一個摺線圖 那最後我是希望說看看能不能幫我 把這些摺線圖 全部都畫在一起 所以我們剛開始可以這樣 一個一個畫 然後畫完之後的話 可以再把它全部變成 兩個 甚至兩個不夠的話你可以三個 四個五個 也OK 反正就是 這一題的練習就是 你可以把那個 多個圖 畫在 你想要畫的位置 那其實關鍵的地方也是 Ach2 配合坐標 再配合寬跟高 其實就可以辦得到 只是稍微比較麻煩一點點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把那個剛剛講的部分 再練習看看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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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